我爸之前要去打疫苗之前 可以讲 我说华生生的 都没问题 那打完疫苗之后 人已经过世了 我觉得说这是疫苗的问题 在施打疫苗前 明明跟医师再三确认 爸爸有中风跟糖尿病 医师说可以打 谁都没想到 打完疫苗一个小时 命就没了 他能后悔 我妈很自责 我也很自责 为什么明明没问题 为什么会发生到我们家 家属说75岁的爸爸 本身有糖尿病跟中风 二号带着通知单 到小岗高中施打 莫德纳疫苗 打完后由妈妈陪伴休息 结果人突然休克 医护人员上前急救 爸爸却出现心跳减缓 人昏迷后送到医院 家主回向爸爸送到医院后 他在3点38分告诉哥哥 大约4点48分 医院就开出死亡证明 等于打完疫苗才一个小时 10分钟人就走了 相隔一天 还有台南85岁老妇人 也打了莫德纳疫苗 却猝死 疫苗持续开打 不良反应频传 民众来施打 多少都带着担心 好不容易等到有疫苗可以打 要打一支安心疫苗 真的很难 对于高雄死亡案例 高雄市卫生局已经承报中央 是不是跟疫苗有关 还有待调查确定 记得正名许富天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